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疫情时代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 以及秩序当中 台湾如何掌握到机会 特别是外界高度关注的两岸关系 不可否认地在这波疫情的冲击之下 的的确确产生了变化 未来两岸关系将如何的发展呢 蔡总统再一次强调了八个字 和平对等民主对话 当然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角度 来解读这一篇的就职演说 会有不同的评价 但至少在肯定 台湾防疫成绩这件事情上面 台湾人民应该有高度的共识 应该都会认同 我们真的做得很不错 看看别的国家现在的处境 疫情还非常的惨重 而我们能够自由地活动 我们能够放心地呼吸 你都会感受到 此时此刻 身为一个台湾人的 骄傲以及幸福 而这些感受 这些感激也都如实地 我们看到反映在 施政的民调上面 我们就拿台湾制宪基金会的 民调来看 现在蔡英文总统 她的民调支持度 高达了72.6% 更别提她的卫福部长 陈时中了 有一份民调竟然超过了 九成四的人 都支持陈时中 各位别忘了 不过就在一年前的 5月17号 我们来看看这个数字 当时蔡英文 她的支持度只有33.8% 她甚至有可能没有办法 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 她可能成为中华民国史上 第一位无法竞选连任的总统 因为当时党内 有人跳出来挑战她了 而这个人不是谁 这个人就是 她曾经的行政院长赖清德 今天晚上我们要告诉您 蔡英文她如何后来居上 击败赖清德在党内的初选 而且在经过激烈的初选 厮杀之后 蔡英文她还有办法 能够把赖清德请回来 担任她的副手 而外界也特别在520 就职典礼这天 去观察蔡英文和赖清德 两个人之间的互动 没有想到总统府最近 竟然又传出了遭到 骇客的入侵 而且传出了蔡英文的团队 在党内初选的时候 密谋打击 赖清德整个完成的计划 而这其中内容有多少真实性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就在蔡英文成为中华民国史上 最高票的总统当选人之后 她所面临的是一场 前所未见的危机和挑战 这是中华民国史上最特别的总统就职典礼 它特别的地方不在于典礼的规模 也不在于参与的人数 而在于我们都知道 这一路走来有多么的不容易 我要特别谢谢一些人 他们在过去的这四个多月的防疫期间 很少被人提及 我要感谢台湾人民 是你们让这么不容易的事情 在台湾发生 我要向你们所有的人致敬 所有的台湾人都是英雄 蔡英文跟赖清德 很荣幸能在此接受各位的托付 能在这样的艰巨的时刻 承担中华民国总统的重责大任 我心中的压力多过于喜悦 不过我不会退缩 因为我有你们 1月23号 蔡英文总统从中选会主委 手中接下了当选证书 没有胜选喜悦 因为接踵而来是前所未见的严峻 攸关国人健康的生死难关 防疫如同作战 需要全国上下通力合作 也请国人继续关注 配合防疫的工作 这一天蔡英文总统一大早 就召开了国安会议 因为对岸传来惊爆的消息 武汉因为新冠肺炎失控 已经全面管制封城了 现在的执政团队 包括我还有陈建仁总统 苏贞他院长 都是在17年前 抗杀的行政团队之中 17年后的今天 我们有足够的经验 足够的准备 以及足够的信心来面对挑战 信心喊话是来自 足够的经验准备 而且台湾早有警觉 在武汉封城的前三天 也就是1月20号 疾管署宣布成立了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随着疫情的急剧升高 三天之后 由卫福部长陈时中 直接接任指挥官 而首当其冲的就是 口罩之乱 基于人道的考量 我们对于中国受到 武汉肺炎疫情冲击的民众 表达关切跟慰问之意 那么在我们行有余力之处 我们也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 要先自助才能够助人 我们不需要在无谓的地方上争吵 自助才能够助人 蔡政府在疫情爆发第一时间 紧急管制边境 禁止口罩出口 而同时间结合民间力量 日夜不休筹建防疫物资的国家队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成立第19天 蔡英文总统穿上了 疾管署的背心 亲自赶赴指挥中心 给所有一线的防疫人员 加油打气 尤其是我们陈时中部长 据说是我们在网络上 看到的图片 都是叫阿群睡觉 或者是我们的部长 他提醒大家 防疫是长期的抗战 要事务地休息 这个办公室 这是你的团 除了前线指挥中心 包括了疫苗研发 防护医生产等后勤的单位 都可以看到蔡总统的身影 我相信我们不会被击倒 因为我们有坚强的团队 透过了频繁的新闻发布 让外界清楚地掌握 政府的防疫步骤最新的进展 因为这是一场 完全看不到尽头的长期抗战 安定人心 是守住防线的最关键 当全世界都沦陷了 为何当初被看衰的台湾 能够成功防疫呢 这样子的台湾经验 当然值得分享 三月初 南韩周刊朝鲜 直接以这张 蔡英文总统握拳的照片 当作封面 大篇幅的报道 台湾政府的防疫之道 当 Johns Hopkins 模特了COVID-19 它预计台湾 会有第二个最高的数据 那预计 并不是实现 前一个阶段 我们组好了国家队 在这个阶段 我们要打国际杯 不只是台湾 can help 更是台湾 is helping 一共一千万片的原外口罩 被妥善包装封箱 上面还贴上台湾国旗 印象大大的台湾 can help 台湾可以帮忙 外交部长吴钊燮 八号在推特 投出这张照片 并写下 盟友及朋友们台湾来了 上面上看到 CNN的APP上 出现蔡英文总统的照片 因为在这次的 新冠肺炎的疫情中 台湾的防疫成绩 获得来自国外媒体的肯定 同时在文章中也提到 还有德国的总理梅克尔 和纽西兰的总理阿尔登 而这三国的最大共同点就是 都是由女性执政 在2003年台湾遭到 SARS alone 这次 台湾选择 与世上 在面对 疫情的疫情 没有人可以 遵纪一朋友 真的想帮忙 我们想要帮助 治疗 全 台湾可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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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非常遗憾的 今年WHA的事情会议 我们台湾还是没有收到的邀请函 不过就像是阿丁部长说的 至少我们努力到了最后一刻 至少我们的努力 已经让世界看见了台湾 而蔡总统也特别在 他的就职演说里头提到了 未来四年 谁能够从疫情当中脱困 谁能够针对疫情 所带来的改变 研发出国家的生存发展的策略 谁就能够在 复杂诡决多变的国际情势当中 掌握到的机会 进而脱颖而出 而回过头去看 我们来看看 台北政坛过去 在短短一年之间的改变 也是瞬息万变 而蔡英文总统 她又是如何地 不断地在逆境当中 去掌握到逆势翻转的机会 在民进党九合一惨败之际 蔡英文她的身世跌到了谷底 她请辞了党主席 下台复权 但这还不够 党内的四大佬 跳出来公开的登报 要求蔡英文 你不要竞选连任 同时间 赖清德在她复选 郭博文台南立委 复选成功之后 她竟然闪电无预警地 登记了党内复选 她在过去的民进党 从来没有发生过 在当时蔡英文的地位 岌岌可危 她真的有可能成为 中华民国史上 第一个没有办法竞选 连任成功的总统吗 但是蔡英文 她沉着面对 眼前的所有的障碍 该排除的去排除 该沟通的去沟通 该身段放软的她放软 该硬的时候 她也很坚定自己的立场 就这样子 她走过了惊涛海浪 在党内初选 她击败了赖清德 当然在这场总统大选当中 反送中香港事件的议题 绝对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到了八月的时候 香港反送中冲突 不断地急剧地升高 而且就在这个时间点 让蔡英文捡到了枪 她的民调 也在八月首度超越了韩国 当国民党支持者 沉浸在九合一大选 盛选的喜悦中 丢掉七个线续的民进党 则是陷入惨败的泥脑 谢谢 幼安 极奇怪的行情 幼安 把你们回事实力 真真真害羞 首先我要对今天 地方全局的结果 付起完整的责任 我从现在开始 持续民主进国党的主席一职 行日月亮赖清德也像总统 普通的妻子 但被蔡总统婉拒为了 所有的败选责任 蔡英文一肩扛起 而她的政治生涯 不是没有遭逢低潮危机过 但眼前这一次 恐怕是最严峻的一次 从2008年以来 我们历经的困难 已经是非常多了 所以也都 也都可以在困难里面 再终起 再站起来 所以对我们来讲 可能 确实是一个挫败 面对党内即将卷起的 差弗风暴 蔡英文 她沉着面对 我倒是常常想 政治这件事情 是过福相遇的时期 你成功的时候 会有忙点 但是你失败的时候 表示你的忙点都浮现出来 只要你会检讨的话 一样一样去把它处理掉 把你心里会比较笃定 心里笃定 因为忙点浮现 一样一样处理 蔡总统一个个亲自打电话 祝贺六都市长 也寻求中央和地方 更紧密的合作 尤其是和首都市长 柯文哲的互动 备受关注 在选战中 破裂的百里关系如何修复 蔡英文 她愿意放低姿态 柔软她的身段 那这个纸条是写什么 不要念了 好吧 这个纸条说 有媒体说 我们好像没什么互动 可是你要想 我们两个是坐在隔壁 我们就共同听简报 他们两个都朋友 他们都有先协商了 所以要讲什么 都泡好招的 所以 我是很乖的 按照剧本演 他们反而正好 我们一直这样 整个广场的整个周间 行李如意的这场北门会 蔡英文 柯文哲就在新闻镜头前 毫不掩饰的臭脸相对 白绿合作 恐怕是回不去了 我们急着去清理战场 去处理 其实并没有那么急的 各种外面的关系 而且处理的技巧也都很差 开第一枪的是 罗文嘉 他不假辞色地批评蔡英文 连败选检讨都走错的方向 当蔡英文的民调一再地探底 而且看似无力挽救的时候 面对2020 民进党不能坐以待毙 2020我们一定是找出一株 一株最强的人选 谁是最强的人选 难道蔡英文 已经不是民进党 2020的唯一选择了吗 我认为他们的意思 第一个是 并不是放弃民进党 而是恨铁不成钢 是真的恨铁不成钢吗 蔡英文真的要成为 中华民国史上 第一位无法竞选连任的总统吗 蔡总统在脸书上做出了回应 她说谁要选 谁不选 不是谁说了算 这短短的几个字 却铿锵有力 我讲话本来就比较温一点 所以也有感觉说 你是讲话温 是不是因为你个性 比较软弱等等 但是辣台妹就把我那个 个性里面最坚毅的那个部分 突然抽离出来 让大家感受到说 你这个人 她虽然讲话温温的 其实她的意志力是很强 四大佬的公开逼宫 叹是把民进党逼出了分裂的危机 但有人说 其实这是用心凉虎的苦肉计啊 不派暗黑四天王 这几天所做的事情 成功地让蔡英文 获得全国一致的支持 我觉得这独派四大佬 大概误以为自己真的很厉害 所以他们觉得她出来之后 应该风行草演 蔡英文的民调暂时只跌回声 但她的2020连任之路 依旧险峻难行 谁能当选 这个才重要的 不是谁 因为做了四年的总统呢 所以应该要继续 现在支持度 蔡英文25 赖清德51 赖清德会是民进党最好的答案吗 如果赖神真的治在2020 那是该做出决定的时候呢 时间已经到了 也是我负起政治责任的时候 在此相遇 在此分手 赖清德请辞行政院长 选择走自己的路 民进党即将迎来的西场 应得大仗 我想就如我们的蔡副院长所说 如果蔡英文选不上总统 其他人要选上也很困难 守护台湾的团队 这是想做事的团队 换句话说 不管谁来选 2020对民进党而言 都是艰难的一意 不管谁来选 民进党都没有分裂的本钱 把我们的火旗举起来 火旗举起来 重返局政 但反观形势一片大好的国民党 真的就可以一路躺着选到底了吗 在坚持久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一国两制的提出 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台湾现实 我们始终不接受 总二共识 台湾也不是接受一国两制 而这也是台湾共识 我们始终不接受一国两制的香港 因为一国两制的失败 正处于失序的边缘 他捡到枪强力的回击 好 一连串反中议题的持续的发展 让蔡英文重新掌握到 作为一个总统 他拥有的有力制高点的位置 而反观他的对手 党内初选的对手 赖清德 则是从这个时间开始 遭遇了网络上面 铺天盖地的攻击 在这背后 难道真的存在一个 分工细密的打赖计划吗 那是百年难得一件政治的奇才 短短的时间有办法当主 当主市长 所以我也期待为了有机会 在2020年总统办法上面 我们彼此进行一场军职执政 赖清德期待和韩国瑜 在2020年总统大选 来场君子之争 但问题是他说话的时间点 才正要宣布参加 民进党的党内初选 难道他已经没把 现任总统蔡英文当作对手了吗 担心如果总统大选输掉了 立法委员的席次再大幅减少 那这样民进党失去的 不仅仅是政权而已 赖清德闪电登记初选 党内高层一片错愕 但事实上 回想三月这场台南立委补选 赖清德穿着雨衣 在戚风苦雨中拼命地拂选拖国文 立抗寒流加持了谢永洁 就可以看得出他奋力一鼓的绝心 从来没有一场趋于立委的补选 全国关注 有人说2020总统大选 已经提前开党 短短三个礼拜 韩国瑜帮谢永洁三度站台 最后的选前之夜 他还特地北上立挺正式围 在寒流抢袭下 民进党最后有惊无险地 守住了最后一口气 不让韩国瑜惊一闲闪塞 别拒绝了 但是我有给你们顾目 我们用一极的唱 温量的心 我们可以抗抗寒流 对不对 对 赖人坐镇 惊险地守住台南这一席 有人说寒流 开始退烧了吗 原本民调稳定领先蔡英文的赖清德 没想到党中要硬是把初选民调日期 从四月延后到了六月 迎接赖清德的是一场 割喉割道断的网路歼灭战 你会觉得他的Line 8也是国家机械 这部分我希望 就是能够说明他 就是当事人能够说明他 赖清德纵有满腹委屈 但他不出二言 他坚持奋战到最后一刻 坦然接受民调的结果 我一定权益与父 我们的希望 这不只是希望 我一定使命抵达 完成我们2020年 总统大选的责任 一定干准 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位的女总统 对于蔡英文来说 真的是最意外的人生他全 1956年 蔡英文在屏东放辽出生 他出生是一个富裕的家庭 爸爸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 希望他念法律 因为家族企业需要一个律师 蔡英文非常听话 他就去念了法律系了 在1984年28岁这一年 他从美国康奈尔大学 拿到了法学硕士的文凭 爸爸一通电话 把他抠回了台湾 他进到了政大区教书 这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受到李前总统 灯辉先生的赏识 进到了政府机关 负责对外贸易的谈判事情 同时他也参与了 两国论的起草的过程 接下来我们看到 在2000年 44岁那一年 算是蔡英文人生当中 最大的转捩点 中华民国在这一年 发生了史上第一次的政党转替 陈水扁当选的总统 而蔡英文这三个字 出现在民进党的第一份的 内阁名单当中 陈水扁清点他 担任陆委会的主委 一个过去走路老师 靠边走的学者教授 他要如何适应 尔虞我诈的台北政策呢 继续来看我们的报道 2000年 组统大选结果揭晓 中华民国史上 第一次政党轮替发生了 这一年 蔡英文的人生 也跟着转了一个大弯 他的名字出现在 民进党第一份的内阁名单 我可以感觉到这个陈水扁 总统大选人的成立 那么但是这个问题 有牵涉到很多考虑的因素 现在没有答案 个人议员也都没有办法 有清楚的想法 这个恐怕我还在 征询很多人的意见 清点他的人 就是新任总统陈水扁 当年蔡英文43岁 很想问陈水扁 为什么是他人 但他从来没有问出口 我自己对于生涯的规划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很重大的 个人的考虑的因素 那另外当然就是说 我当然要考虑一下 在整个两岸的这个 在这个现代的情绪里面 我自己是不是一个 最适当的人选 我自己当然都要考虑一下 学者从政 常常过不了立法院那一关 有多少学者出身的政务官 上了背询台 有理说不清 常常把自己气得半死 蔡教授他会是例外吗 2000年5月30号 新任陆委会主委蔡英文 白衬衫搭配深色西装 他第一次到立法院备选 李秀莲跟阿远总统 他们是不是一个在唱黑脸 一个在唱白脸 你是不是让我们知道一下 主委这个时间很宝贵 不然都那个 主委在那边 定在那边 你就要时间帮我扣除 主委我已经把题目提出来了 我已经问了 我是问号 第一次接受质询 紧张声色难免 不过当年国际谈判桌上的 专业训练 帮助蔡英文很快就进入了状况 他自信的笑容浮现了 假如阿远总统 大陆政策他的谈话内容 跟李秀莲的两岸的一个 谈话内容有重大冲突的时候 主委你怎么办 那我是捐从这个宪法的决策 你不要一直从头到尾 一直跟我讲宪法 所有时间都浪费在宪法两个纸上 我想你如果仔细看看宪法 宪法都没有讲到副总统 宪法都没有讲到副总统 所以他不应该再捏不住 深功的一个 越是了 中华民国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中华民国什么时候建立的 民国 对 1911年 好 1911年 那中华民国的宪法自宪是什么时候呢 中华民国自宪是什么时候呢 自宪以后就新的国家了嘛 那个中华民国没有宪法嘛 哎呀 你这个主委招包吐了 几番交手过后 立委诸公们渐渐发现 这位清汤挂面 看起来客客气气的蔡主委 其实并不好忍 我们政府的 五张的 将与 跟我们实际 麻烦一下 实际有秀 自的范围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关系 我们 您看的那张地图上不是吗 对不起 我还是用手指 因为我 我必须要指 你地图可以指 好 我们必须要确认一点 现阶段的中华民国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请您的手 这个手势相当的好 充分地展现出我们的 蔡主委的信心跟果断 新的隔眼来到这边的 接受打询 算表现得会账号 虽然没有达到九十分 至少八十十分 应该没有问题了 我们在国际组织 常常也是被每一个国家 这样文牛炮轰的 所以很习惯了 差不多感觉是一样 只是一个是讲中文 一个是讲英文而已 为政策辩护 蔡英文他思虑清楚 条理分明 不温不火 当年总质询 蔡英文就站在行政院长 唐飞的身旁 立委问什么 蔡英文马上递上小纸条 临机结尾 对于手统当里的内容 您觉得哪个部阵在法 遇上的瑕疵 主权和自权 来不及写的 蔡英文直接小声地 在唐飞耳边说 他说一句 唐飞打一句 结果把立委给惹毛了 您院长都是听他的嘛 可不可以请他离席 可不可以 他一定要在吗 一定要在吗 一定要指导你吗 我要向王委员报告 可不可以请他不要讲话呢 我们是问你啊 怎么说他在打呢 那你打嘛 都是他在教你嘛 请你给我讲话机会吧 都是听他的嘛 他当院长好了 哪个问题不是他在旁边 滴滴滴滴滴滴 哪个问题不是他在讲 还在讲 你看都是他在讲嘛 三军忽了几十年了 尤其您是老参谋总长 您做何感想 您做何感想 有陆委会也要答 国防的问题您也答 什么都答 蔡英文的表现 让很多人刮目相看 立法院的记者发现 他们的官塔错了 蔡英文哪里娇弱 哪里木纳 她是一位既犀利冷静 又强悍的女主委 你 收入那时候的收入有多少钱 我言收入是我的私人的事情 大家的老百姓讲出来 我言收入是我的事情 这个你的收入是国家的事情 我的财产都有公报 我的财产都有申报 你不要在我的财产上做文章 那么如果说司法有问题的话 请司法机关来调查 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是问过头了 我没有问过头 我是在你有没有逃税上来问你 看你是不是很干净 我告诉你我没有逃税 如果我有逃税 你有合理的怀疑的话 你可以请司法机关来调查 但是你没有合理的怀疑的情况 你在这里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不恰当的 你一定要给大陆新娘配合几个 这个我们要看整体的人口政策 什么叫整体的人口政策 台湾的政策是导义政策 如果说我们的人民要跟大陆结婚 你要禁止他吗 你不敢很坚持说 我们的国号就是做华民国吗 你这个是栽账 你刚刚问我私人的意见 我刚刚刚问有个人意见 但是我怎么问你说 人家没有讲过的话 你为什么要说人家有讲话 我本来想说你很软弱 但是我曾经听过你一场的演讲 我突然间就改冠 你面对的是最强暗的女人 她名字叫陈文倩 没多久 蔡英文在内阁市政满意度调查 排名第一 媒体给她的一个封号 叫做政坛白玫瑰 2004年 公投辩论最后一场丫头戏码 号称白玫瑰蔡英文 对上红玫瑰陈文倩 这两个聪明女人的言辞交锋 未也先轰动 我们台湾人民共同拥有的这个主权 是有争议的吗 在我们的心里是有保留的吗 如果我们是没有保留 我们是没有争议的 那这个它就是一个存在 那么我们也不需要刻意的去争执它 刻意的去提它 你如果是过度的去提它 或者是争执它 反而显现出来 你对你自己国民的主权 是没有信心的 如果对主权有信心 为什么可以发动防御性公投 第十七条说 我们的主权现在要被改变 你居然有信心 你哪来被改变之余呢 我早说过她是台湾 其实继过安容之后 我觉得最优秀的女性格员 那我想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她的专业 我觉得陈伟源很犀利 她的问题是一个接一个 可是我觉得如果她的问题 能够做一个整体性的思考的话 那么做一个有系统的整理 我觉得这个辩论会更有意义 准备中文跟我讲 她说 她说 蔡主任你要注意 媒体可以朋友 但是媒体也可以把你毁掉 谢谢你 我每一年的心愿都是 不要常常看到你们 可是你每年都没有实现 你今年有没有新的 那我继续再希望如此 对 晚上11点钟以后 不要接到媒体的电话 是什么心愿 2004年 陈瑞扁年任总统 蔡英文婉拒了出任驻美代表 以及金建会主委的提议 当了四年的陆委会主委 她觉得够了 她只想回家 陪陪年迈的双亲 很多人问我说那你要做什么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第一个月要做什么 我已经发挥我自闭症的本能 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个月 可是呢 我一定要记得出去买报纸 到7-11买报纸 这样证明我没有去做律师 好 歇任前蔡英文最后一次到立法院备训 心情愉快 她心想以后再也不要回到这个地方 结果呢 根据了解 蔡英文将名列不分去立委的学者专家组 由陈瑞扁直接点名 既然要做立委 如果真的做成了 那就好好做立委 2004年 蔡英文正式加入了民进党 名列不分去名单 跟家学者组 从前这位只能够在电视机上 看见了蔡主委 走出了电视狂慌 走入了民间 蔡英文搭上了民进党的 金牌辅选列车 全台跑透透 测试民意温度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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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英文加油 蔡英文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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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友善的 大家认为她很耀眼 但是她又很亲切 不夸张 民进党发掘了一颗 想要的政治明星 蔡英文也自觉收获很大 从前担任政务官 接触的多是民意代表 总是间接民意 当她真正自己走入民间 走入人群 白鸣灰的热情也被点燃了 民众地上的管她是什么 蔡英文顺手的就往嘴里塞 划甘情 就要从这些小地方开始做起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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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新任陆委会主委 蔡英文曾经心想 再也不用回到立法院了 但人生你永远不知道 不是吗 当她又回到了立法院 背巡台成了直巡台 是有点不太习惯 不过蔡英文也没有太多 直询的表现机会 立委当了一年之后 苏贞昌邀她入阁 担任副阁 你不要假设我就把她带走 我也不期待立法院的记者 怀念我 但是我相信我们将来 还是有见面的机会 尤其是在于行政院的立场 再回到立法院的时候 我们还是不但是后会有期 而且会常常看 我觉得立法院是一个 蛮复杂的地方 我如果告诉你我舍不得离开 你一定觉得我是骗你的 在这里我要谢谢 立法院的工作的同仁 从院长到警卫都对我很好 我不晓得是出于同情心 还是什么样 每一次去接一个位子 我觉得那个应该都是 尤其是政治职位的话 对我来讲都是应该是 我的政治生涯的最后一个职位 所以说我要抱着这种心情去做 要不然多少会有患得患死的心情 没错 三英文原本以为2008年 这一年大概就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点了 在卸下了行政院的副院长职务之后 他终于可以摆脱政治的纠缠 他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他可以关在家里头发贷一个月 什么事情都不做 他也可以回学校去教书 他可以陪陪年迈的双清 总而言之 他不打算再插手政治了 但是没想到在2008年这一年 民进党的常常配败给了国民党的马肖配 惨败了220多万票 尽管已经决心要退出政坛了 但是在英文终究是忍不住 那个晚上他走到了民进党的 2008年3月22号 总统大选结果揭晓 民进党常常配 惨败给国民党马肖配200多万票 蔡英文说他在家里看新闻 被这个结果吓到了 他知道选情并不乐观 但谁也没料到 民进党会败前这样子 他的心情很不好 关掉了电视不想出门 但最后还是去了竞选总部一趟 现场的人很多 气氛沉重的让人透不过气来 很遗憾民主进步党这一次的表现不如意起 我们辜负了人民的期待 在此我应该也愿意 负起最大的责任 我们接受不要再有抗争 让我们的社会非常迅速的能够修补 因为选举所留下来的泪痕 蔡英文没有上台 她在后台看电视转播 她注意到站在谢朝廷左后方的萧美琴 她一双大眼睛哭得又红又肿 每个晚上有多少人为了民进党的失败 而痛哭落泪 我没有投票权 我在19岁 但是如果我可以投的话 如果我可以做任何一件事情为台湾 我真的是想要努力去做 但是为什么就是没有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这音速应该是蛮复杂的 但出政坛已经半年多了蔡英文 在人群中被记者拦下了问了一个问题 除了深刻反省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2008年5月 在那个对民进党支持者来说 最彷徨无助的一个春天 春天的希望在哪呢 输了200多万票 民进党气弱有私 像是个街道病危通知的病人 垂死争承 谁能挺身而出救救民进党 一位是独害大佬 孤宽敏 民进党不太了解妇女朋友 而我们的女性朋友 对民进党也有很深的误解 所以我期待一个女性的党主席 来带领民进党 叶玉京在期待一个女性党主席 这位女性会是谁呢 她没点名 但外界猜得不离八九 隔天实院党团总招 一向被视为最能够精准 传达陈水扁依据的柯建民 她说话了 这是民进党唯一出我的机会 要有高度的形象 她认为蔡英文非常适合 民进党里面就有很多 非常优秀的女性 昨天大家有提到的有蔡英文 陈菊 陈玉秀 如果有一个女党魁的话 应该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我想大家都有高度的公私 觉得党不能这样就跨过 让我们有责任要承担起来 谁是民进党的救世主 这位加入民进党 才短短四年的蔡英文同志 才被寄予了高度的期望 本土与世界 第二 知识跟教养 第三 去面貌 第四 政治经历 第五 社会声望 这五个理由 所以我来推荐蔡英文 既有能力 那又形象清新 而且甚至于呢 也相对符合 世代交替的 这样的一个要求 我相信她现在应该已经 一定承受了 私人不出奈苍生河 这样的一个压力 大家也不希望 民进党就此没落 阿扁啊 希望的大概是说 如果我要回馈 应该可以回馈给民进党 让这个民进党 可以在最困难的时候 能够站起来 李远哲院长就来找我 说人家最困难的时候 你也想到说 如果人家觉得你有可以帮忙 你也要去阿公帮忙 和李远哲谈了两个钟头 蔡英文答应会再好好的想想 她自问 如果自己本身没有能力 也没有背负任何其他人的期待 她也许还可以置身事外 可是她明明可以有所作为 却选择不作为 那么她一辈子 都不会原谅自己 几天之后 蔡英文做了决定 我知道现在 民进党的党员 多多少少有一些人 是意志比较消沉 那我们也希望他们 赶快地恢复他们的意志 那用实际的这种行动 来表示他们对这个党 还是在意的 党的路线 就是你押到投票所的路途 2008年5月18号 民进党党主席选举 投票率超过了古城 蔡英文和郭宽敏手牵着手 一快走入了中央党部的记者室 我们投票率 百分之五十一 百分之五十一 你看看 这不是总统前级 不是什么立委 私下士前级 13万的同志 并没有放弃这个党 关心这个党 那么大家共同完成这个称讯 把这个党撑起来 蔡英文拿到了七万三千八百多票 得票率五成七 击败了郭宽敏 她成为民进党历史上 第一位女党魁 也是最年轻的党主席 我也要感谢郭宽敏 跟蔡总统两位前辈 在竞选的过程中 提出很多珍贵的指教 那么这些指教我都会珍惜 竞争过程的火花不会带来伤痕 这是我们党内整合的开始 今天的党主席的选举已经落幕 不过民进党挑战才刚刚开始 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 谢长宁主席 将主席的硬性交给了 我们下一任的党主席 为本党理想而奋斗 不为事员 愿受党籍最严厉之处分 宣誓人 蔡英文 我要请大家回想一下 四年前 我们曾经是这么的绝望 我们所要挑战的山顶 曾经是被认为是遥不可及 但是我们咬着牙 整个党团结在一起 在这四年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这一次 我们已经接近山顶 我们还差一里路 就差一里路 就差八十万票 别忘了四年前 国民党秋风扫落叶 赢了两百多万票 当时的民进党气弱尤死 是蔡英文 把一个说到病危通知的党 带离开了加护病房 一点一滴 慢慢地修补元气 只要大家继续 站在我们身后 给我们支持 给我们鞭策 我们一定还有未来 下一次我们一定走完 最后一路好不好 我相信 我相信 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 台下支持者哭喊着不要走 但对蔡英文来说 留下来从来不是一个选项 输了就必须走人 这是民进党创党以来的坚持 不过当蔡英文看见了这些心碎哭泣的脸庞 她也明白她身上背负了六百多万票的期许 她不能够抛下支持者 说走就走 有人形容 这大概是蔡英文史上最豪情奔放的演讲 看过去那位低头看稿的蔡英文 简直判若了十年 她希望大家能够带着孩子 走在充满爱和希望的光明中 那个驾驶 我相信就是未来台中应该有的样子 我要说 宛容 佳容 你们辛苦了 蔡英文说尽了林佳容的心 蔡英文说尽了现场所有支持者的心 林佳容已经忍不住泪流满面了 紧紧抱住她的妻子 这个气氛远远超乎幕僚的想象 原本在稿子上还加注了一个提醒 说完这段话 记得给那宛如一个拥抱 吹泪就要吹到最高点 但蔡英文看看这一对 已经抱在一块痛哭流泌的夫妇 她当下决定还是算了吧 蔡英文有所变 有所不变 隔天开票结果是台湾人民事 民进党大获群胜 毫无疑问的蔡英文已经是唯一的太阳了 而且日正当中直取2016 天下 随风 这首歌 黄色 最后 重点 前面 最后 短倾 前面 站在 看 其中 初 好 更多的節目內容 您可以上網YouTube 搜尋 訂閱 臺灣啟示物 同學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美翔 我們再會了 好 更多